好 我们看完生词之后 下面来看一看12课的课文部分 看课文之前 咱们先看个题目 题目就是一个知识点的复习 这个题目叫Life on a desert island 叫荒岛生活 大家注意 我以前强调过 荒岛的生活这个德不能用off 因为这个生活并不是属于荒岛的东西 是在荒岛上的生活 所以借此注意 叫Life on a desert island 是这么来说的 咱们复习复习 以前说过的几个 比如说修道院的生活 是在修道院的生活 修道院不是人 他不会有自己的生活 那个怎么说呢 Life at the monastery 大家还记得在修道院的生活 再比如说我们以前说的军旅生涯 军营生活 这是在军营中的吧 叫Life in the army 这么来说 再回忆 让大家自己说 校园生活 怎么说 在校园中 老师说过叫on campus 校园生活 Life on campus 校园中的生活 这个注意 在校园中不能用in 固定搭配叫on campus 校园附近的 咱们在第六课讲过 叫off campus OFF 那个off 这是第一个 就是指点的复习 好 下面看第一段 咱们先看第一段 第一句话说 Most of us have formed an unrealistic picture of life on a desert island 我们之中多数人呢 对于这个荒岛生活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一种想象 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大多数用的是直接用了most这个词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大多数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达 我们先看一些基础的一些词汇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这个词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我们慢慢来一遍 majority majority 这是大多数 我们既可以说majorityof 也可说the majorityof 都行 大多数什么什么 但是我们这个词用完了的话 mamos用完了 没得换了不行 咱们必须得有知识储备 表示大多数的 还有更高级的用法 把这密学交给大家 我们用数学术语也能表示大多数 用什么呢 就是用百分比和比例 然后前面可以下限的词 很高的一个百分比或很高的比例 后面也可以跟各种的人或事物都是大多数 我们先读一下百分比 percentage percentage 好了 再读比例 proportion proportion a high percentage of 或者是a high proportion of 也是大多数的 指人 指事物都行 咱们简单看一个例子 a high proportion of the coffee that produced goes to the US 他们生产的咖啡大多数都销往美国 就到了美国去了 这是咖啡的大多数可以用它 人当然也可以 没问题 这是多数 相关的词我们再看一看 就是少数 我们先看那个majority的反语词 我们大声在里面 minority minority 我们可以说minority of 如果特质的话也可以说 the minority of都行 这是少数的什么什么 指人 指数都可以 那刚才那个数学术语也可以用 我们只不过在前面 我们不用low这个词 一般用small a small percentage 或者a small proportion of 都行 同样的英国人都是small small 英式发音不好读 费劲 你们说英式发音咱们两人作文得多出现几年 我们不用small small small 美音是叹气 这么一个声音 small 这好多多了 一小部分 同样指人指数都行 咱们看一个指人的例子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African American employees were considered for promotion 仅仅一小部分的 美国的黑容雇员 被考虑得到提拔 就是他们一般在公司里干底层工作 做中高层的并不太多 只有一小部分 African American 就是美国黑人 非洲裔的美国人 这是黑人的比较尊敬的这么一个称为 你看这奥巴马的报纸 就把它称为 for the first time African American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第一次美国黑人当了总统 注意 这是多数少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替换 希望大家保留记住 好 回到剧中 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怎么样 后面又完成时 强调对现在有影响了 都对荒岛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一种想象 对荒岛生活 想象都是脱离了生活的实际了 这个注意不要翻译成 形成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图片 这个picture不是指图片 更不是照片 而是心目中对某个事情的想象和憧憬 所以form a picture of 做成固定搭配 咱们背起来就好了 它的意思就相当于动词imagine 就是我们对荒岛的生活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form a picture of 就是动词imagine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说 你能不能想象一下我给你描述的情景 你能不能想象一下我给你描述的情景 该怎么说呢 它非常好说嘛 Can you imagine 就可以换成 Can you form a picture of what I describe to you 你能不能想象一下我给你描述的情景呢 是不是类似于 Can you imagine what I describe to you 换成imagine 是一样的 含义类似 就是想象 去想象一下 但form a picture of 这个结构更灵活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随便在这个 picture前面加修饰于 用形容词限定它 这表达就更灵活了 而且用名词结构做中心词比较庄重一些 形成一个本文中unrealistic 这个不能发现不真实的 这个下面单词表注释有些问题 不真实的咱们叫unreal unrealistic叫不现实的 脱离了生活 这个实际情况的 叫不现实 脱离实际的 这么一个 那么这是本文中这个结构 就是这个设想想象一下 文中说 大多数人 我们这种大多数人 对于这个荒岛生活 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就form an unrealistic picture of 什么什么 这个结构 背下来不就好了吗 我们马上就会用了 咱们造个句子 他们之中的多数人 对于西方的世界 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要么认为西方世界 特别特别好 是天堂 有人认为西方世界是地狱 其实他们也是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西方世界可以叫做 Western world 就好了 他们之中多数人 most of them 那most of them 就好了 就把那个us 混成them 咱们一块来说一说 他们之中多数人 对于西方有一种不切实际想象 说明对现在有影响 咱们用完成实 就好了 对吧 试试看 most of them 他们 have formed an unrealistic picture of the western world 就好了 翻译成 他们之中多数人 对西方世界形成了一种 不切实际的一种憧憬 一种想象 多行 但是咱们记住 举一反三 再做个辩析 form a picture of 表示想象设想 但是如果把这结构变一下 那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还有个搭配 叫take a picture of 什么叫take a picture 照张相 给某人照一张相 这个叫take a picture of somebody 给某人照张相 你看这下面这个情景 出自经典的口语的一个教程 叫走遍美国 family album USA 咱们前面看过里面的片段 这在第一集里边 第一句话就出现这个了 这个Richard Stewart是个photographer 他想给这两个人照张相 你看他怎么说 非常客气 他说excuse me My name is Richard Stewart I'm a photographer May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and a little boy 对不起 我的名字叫 李查德 Stewart 那么我是一个photographer 是个摄影师 我能不能给您和您的小孩 照张相呢 May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and your little boy 咱们仔细听一听 他语速比较快 咱看能不能完全听清 他究竟怎么说的 Excuse me My name is Richard Stewart I'm a photographer May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and your little boy 你看他语速比较快 但你俩还能听得清楚 Excuse me 对不起 My name is Richard Stewart I'm a photographer May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and a little boy 能不能给您和您的小孩 照张相呢 Take a picture of somebody 给某人照张相 这个我们把这片子再听一遍 在第二遍看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 好 来点 Excuse me My name is Richard Stewart I'm a photographer May I take a picture of you and your little boy 这是给某人照一张相 用这个搭配 差了一个动词 意思就截然不同了 不是想象了 那照相相关的口语 也特别多 用的特别多 咱们都到这个外国玩 喜欢照相 咱们说几个常见的口语 比如说 来 看镜头 看镜头 非常好说 就look in the camera look in the camera 往照相机这里边看 就看镜头 从这看 这眼神照出来好看 我们读一下 look in the camera 同样不要说camera 没有字母 camera 照相机的意思 再来面 look in the camera look in the camera 可以这么说 就看镜头往这来看 再比如说 我们说 别动 别动 就是这个姿势 这姿势刚好 刚好就是动作特别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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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 动目 或者phrase 那一般抢劫是这么说 我们是怎么说 hold that pose 保持住这个姿势 pose 摆在这个pose 大家都知道 我们读一下 hold that pose hold that pose 就是别动 保持这姿势 刚好 别动 特别漂亮 这别动 可以这么说 还有我们后面说 笑一笑 笑一笑 怎么说 我说是说奶酪 我们大声读一下 say cheese say cheese 就说奶酪 你发现 cheese cheese 刚好是一个微笑的 这么一个动作 咱们中国人说茄子 茄子 他们说say cheese 这不能直白的翻译 你说说奶酪 奶酪 奶酪 是个哭的动作 咱们中文说的 说茄子 笑一笑 就这么说 然后说 你还挺上向的 你还挺上向的 有这么一个表达 叫you're photogenic you're photogenic 这叫挺上向的 就是照出来 比本人还更好看 本人可能不是特别好看 照出来 不错 挺上向的 我们读一下这次 photogenic photogenic 我们读一下整个句子 you're photogenic you're photogenic 这老外一看 不错 什么照的不错 好看 我就说 没照好 照片没照好 你本人比照片更好看 没照好 怎么说呢 有个固定搭配叫 the picture does not do you justice the picture does not do you justice 要快点说 是doesn't也行 什么呢 这个照片 当然picture在这儿是照片了 没有反映出你的真实水平 对你好像不公平 doesn't do you justice 我们读一下这句话 the picture does not do you justice 好 再来一遍 the picture does not do you justice 就是对你好像不公平 没有反映出你的真实水平 大姑娘停票了 照出来一看 都跟猴一样 怎么回事呢 没照好 相分没照好 同时呢 我可以说 这个考试没考好 考试没有反映出你的真实水平 怎么样呢 可以这么说 the exam result 不能说这个考试 是考试结果的 the exam result doesn't do you justice 也行 这考试结果 对你不公平 就没考好 类似的 大家可以同时记住 好 第一句话 这第一段提纲写领的句子 我们多数人的荒岛生活 都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第二句呢 是支持去展开 来说明 怎么一个不切实际呢 我们说了 我们有的时候呢 太乐观了 把荒岛想象成 一个天堂般的地方 那里阳光总是普照 这个句子稍微复杂一点 所以咱们看一看 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 还是句子的主句 主干结构来 里面用的是 imagine a to be b 把a想象成 b 这是固定搭配 我们有的时候 把荒岛想象成是 一个天堂般的地方 这个sortle做比喻 叫什么什么一般的 这个知识点 咱们一会儿会说 什么天堂般的地方呢 黄颜色的明显 是一个定义丛句 来修饰这个天堂般的地方 就那里阳光总是在普照 没有一丝阴云 每天都在天堂里生活 这是想象的太乐观了 这么一个 好 下面我们看看 里面那些重点表达 首先就看一看 把a想象成b imagine to be b 这个结构 为什么这里用了 imagine这个动词呢 因为它是为了 跟第一句话里的 哪个结构替换 form a picture of 刚刚讲过 form a picture of 就是第二句话的imagine 这个地方是个替换 这回我们就看清楚了 但注意搭配 imagine a to be b 把前者想象成后者 注意在这不加s 而加to be 没有办法 见一个记一个 我们说记单词 不如记搭配 否则的话 你单词是死的 把a想象成是b 当然能不一定费动它 还有其他词汇 可以跟它替换 但是一样的记录搭配 你像picture a sb 把a设想成b 直接用picture的动词 发音还是一样 尽管名词名前动后 动词一般中音在后面 名词desert 动词都能dessert 但是不要推广 这个词动词不能都是picture picture 太别扭了 还是中音在前面 在那边 picture picture a sb 百分钟可以替换 还有一个叫conceive of a sb 把a想象成了b 这个也行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重心词 conceive con 老师说过 在清读时要读con 不要读con 后面那个e是长音 最后v又是出现上压 出下唇的动作 我们再来面 conceive conceive 注意要再起词off conceive of a sb 把a设想成b 想象成b 这个可以 但是我们本文中 是不是也能说 我们有的时候 把荒岛看作是 天堂般的地方 把它当作是看作是 是不是也行啊 也通顺呢 我们在第十一课 刚刚讲过一个搭配 叫regard a sb 还记得吗 把a看作是b 本文中带着去 也通顺 也好 咱们复习一下 在第五十四页的 第六到第八行 When i return from abroad recently a particularly officious the young customer officer clearly regard me as a smuggler 一个非常摆官架子 移植气使的一个年轻的海关官员 很明显把我当成走私饭了 把a看作是b 这个可以用 我们复习 复习还有哪些 是不是咱们以前说过一个 consider a to be b 后面这个to be可以去掉 我们说consider 口语中可以跟s搭配 但书面中直接加两个比喻 或者中间加个to be都行 我们再复习讲一遍可能记不住 那一百一十四页第二行到第三行 二十三个 一百一十四页第二到第三行 他说 If you live in the Mediterranean for instance You would consider octopus a great delicacy 如果您住在地中海地区 比如说 您就会把章鱼看作是一道 美味佳肴 consider octopus看作是什么呢 a great delicacy 也该说consider octopus to be a great delicacy 都行 这个地方不记得s是对的 那还有什么呢 咱们起于反三的复习 那see是不是也行吧 see a s b可以 咱们讲过的例子 I see his words as a joke 我把他的话当作一个玩笑 没有当真 count a s b把a当作是b 其实是把a算作是b了 那也是看待的意思啊 I don't count him as a friend anymore 我不把他当作是我的朋友了 把什么什么看作是当作是可以 还有我们说look on a s b把a当作是b they look on her as a daughter 还记得这个例子吗 怎么翻译 他们把他看作是亲生女儿 视如己出 都可以这么说 但是还有一些加介词的 另外一个加介词 就是think of a s b 特别重要 老师说过 think of如果没有后面的介词s 该怎么翻译呢 think of是想到了 I thought of you last night 我昨天晚上想到你了 可以这么说 但是如果后面加s 一定翻译成把a看作是b 把a看作是b 这个同样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learning a language should be thought of as a natural process 这个句子可能大家记得 这是用被动了 学习一门语言 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慢慢慢慢就融会贯通了 随着我们的学习和熟练 慢慢就会了 这个我们也开到书后题 就在这颗书中 61页第四题 把书打开快些 61页的第四题 咱们看这句话 他说61页第四题 We sometimes think of a desert island 该选哪一个 只能选b选项 只有这个语气 语法包括搭配都正确 as being a sort of paradise 把这个荒岛看作是天堂般的地方 这个as后面那个being 完全可以去掉 因为as做借词 借词后面这个being是可以去掉的 没有它的话 变成as sort of paradise 也是正确的 所以b选项正确 而且being可以加上 也可以去掉 其他的表达都不对 好 再回到剧中 我们有时候 把荒岛想象成是 as sort of paradise 天堂般的地方 这个注意 千万不要发现成一种天堂 天堂部分种类 只有一个 所以说天堂般的地方 经常在写作中做比喻 就可以用到这个重要搭配 注意 不单是as sort of 而且这个a kind of 也有类似的意思 咱们翻译成 有些像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一般的 一定注意 这两个搭配都是做比喻 当然 它们有可能表示本意 是一种什么东西 但完全可能是比喻意 本文中明显是比喻意了 叫天堂般的地方 咱们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例子 加深一下 比如说看第十四课 十四课 六十六页的第十四行 到第十五行 六十六页的第十四行 到第十五行 他说 In spite of this The Italians regarded him as a sort of hero 尽管是这样 但是意大利人 还是把他看作是 英雄般的人物 同顺吧 不能说把他看作是 一种英雄 什么叫一种英雄 英雄不分种类 英雄一样的人物 是做比喻了 a sort of a kind of 都可以 好 这个用的对 咱们再看第四十二课 一百九十六页的 第十六行 到第十七行 一百九十六页的 第十六行 到第十七行 Since his discovery it has become a sort of potholer's everest 自从这个他 有上下文 书中代言 就是表这个大山洞了 自从这个大山洞 发现之后 他已经变成了怎么样 potholer是洞穴看探者了 他已经变成了 好像是洞穴看探者的 珠穆朗玛峰一样 the everest 表示珠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洞穴 是世界上最深的洞穴 登山者喜欢挑战 珠穆朗玛峰 它最高的山峰 而potholer 洞穴看探者 喜欢挑战这个洞穴 所以他变成了 好像是洞穴看探者的 珠穆朗玛峰一样 这个洞穴不可能真变成珠峰 这是比喻了 好像这个一样 这个猪已不能翻这一种 珠穆朗玛峰 这个不可能的 好 我们再看第54课 244页 第21行到第22行 244页的第21到第22行 什么时候 大家像李老师一样 把这个新概念 装到脑子里了 这英语就手拿板算了 轻松完成了 你看这句话 They were visited by a large colony of ants which obtained a sort of honey from them 那么它们怎么样呢 它经常被这么一大群 这个蚂蚁所光临所会顾 就它们指牙虫了 就蚂蚁经常到牙虫这里来 这个蚂蚁怎么 which obtained a sort of honey from them 为什么到牙虫这来呢 因为这个蚂蚁 Ant 它们从牙虫那里 能得到类似于蜂蜜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不能翻成一种蜂蜜 牙虫里边不会分泌蜂蜜 类似于蜂蜜的物质 蚂蚁爱吃这个东西 所以到牙虫这来 这是做比喻 a sort of a kind of 也行 咱们看考研真体 当年考研真体出现这么一个句子 好多人翻译错了 an atom is a kind of solar system atom 原子 那molecule是分子 这是原子了 原子 solar system是太阳系 有人这么翻译 原子是一种太阳系 这不胡说八道吗 原子跟太阳系差老鼻子了 原子是类似于太阳系的这么一个物质 微观跟宏观这么像 世界真奇妙的 原子核在中间 电子绕着它转 在太阳系 太阳在正中间 行星绕着它转 就像类似于太阳系的结构 这是比喻 那么新概念里面有没有 也有的 这么重要表达亚历山大 怎么会不教过我们呢 你不信我们看第四册第二十二课 第四册的二十二课 就是知识和进步 四册句子显然更难了 他说 图书馆使得教育成为可能 而教育翻过来又增加了图书馆的收藏 他说知识的增长遵循着 类似于负利质的这么一个法则 大家注意 a kind of是比喻 compound interest就是银行里的负利 利滚利 驴打滚的利息负利 law是法则 那么知识增长不可能真是负利了 这类似于负利质的法则 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良性循环了 而这个知识增长怎么样 他又被印刷术的发明极大的提高了 它的速度 印刷术使书籍印刷传播更方便了 注意类似于a kind of 四册里出现了 所以记住a sort of kind of 不一定表示一种 经常做派生意 比喻 在这儿是重要的比喻 说就这个像天堂一般的地方 这是比喻 但是别把它搞错 还有一个表达跟它类似 就是把前面的a去掉 kain of certain 注意 这个时候它是副词翻译成 有点 类似于somewhat 注意是副词了 不要把office看作是借词了 我们直接可以用它来修饰 形容词 副词 动词 都行了 就类似于咱们第一课说过的 somewhat 还记得吗 第一课生词 是不是讲过somewhat 有点 是不是在somehow somewhat somewhere 生词中讲过 当然这个kind of sort 比较口语化 比somewhat更口语一些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有点饿了 I'm kind of hangry 不要说I'm kind of being hangry 不对 kind of就像那someone 是副词 直接修饰hangry 再比如说 he felt sort of embarrassed he felt sort of kind of 都是有点 他觉得有点尴尬 但是这个有点 是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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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口语化的小字 所以不要中读 不要这么多 I'm kind of hangry he felt 是不行的 一带而过 我们大声的 kind of kind of sort of sort of 一带而过 I'm sort of embarrassed kind of hangry kind of hangry 一带而过 sort of 中间这个替着 sort of sort of就好了 这个注意 这个搭配不同 含义就不一样了